那就叫做床盖師了 對 然後他看了很久 他說原來我也有這一天 其實那個對我們來也是最大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我們幫你找回你的 愛愛的那個高潮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是很多女孩子想要的 但得不到的東西 你親自幫忙找G點 對 我們會去押 你做 你親自做 我親自做 那客人說 不是醫生 那我去整間找你 我突然在整間高潮什麼 他是希望天時地利人和 我以為高潮真只是注射在G點上面 沒有想到是C點就是小兜兜 對 兜兜這邊也要打 感受度才會不一樣 陰地高潮基本上 每個女生只要男生夠努力 夠細心其實都可以達到 絕對中 比滿樂透的機率還要高 而且甚至它裡面有8000個神經元 比男生的龜頭還要敏感 OSHA他其實在整個陰地的 陰地本體跟外圍這一整圈 我們都會去做注射 敏感度上升 愛愛的過程 他充學起來的時候 感受度才會提升 才可以有嗚嗚 次次像噴泉一樣 有 病患跟我回饋 他跟我說原來我也可以像一座噴泉 那因為他說他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過某一任男友 讓他次次都高潮 可是後來他就找不到那個感覺 不知道是年紀增長 外加他已經生過孩子 結果後來找完我之後 我幫他做注射 然後私密處理一些回春的療程 他私訊我跟我說 天啊 原來我可以找回我的噴泉 幾次的注射之後 問病患的回饋 你覺得感受度有沒有提升 如果有定點的部位是做加量的注射 天啊 你可以創造高潮之後的 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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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天都被回來了 你可以一步又一步欸 三寶媽 大概是一個月前我做 開門第一期的時候說 如何 他就跟我說差超多 他說他這一年下來 他都覺得完了 是不是身材完 他再也找不到高潮點 他說那天晚上 他在睡夢中 他老公把他弄醒 他整個覺得他要升天的感覺了 他以為他在做夢 沒有 他跟我說他覺得感覺非常的治好 聽了之後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兩性關係 勢必不能只有男生開心 女生也要追求他的高潮點 對 沈依潔醫師呢 不只是一個醫美名醫藥 自帶流量密碼 在哪裡呢 叮叮 今天有特殊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穿了這件衣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葳 歡迎收看詩葳愛健康的節目 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兩性密碼頻道最重要的這位來賓 他就是 沈依潔醫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r. Grace 沈依潔醫師 好 沈依潔醫師呢 不只是一個醫美名醫喔 同時呢 他自己本身自帶流量密碼 在哪裡呢 叮叮 今天有特殊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穿了這件衣服 對 其實我覺得女生適時的裸露 但是又不要露太多這件事情 是很有藝術的耶 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就像你一個男生赤裸裸在那裡 你也不覺得覺得他很性感 可是要穿了一個丁字褲 哎呦 或是一個小小的三角褲 我覺得若隱若現這種時候 其實是最性感的 所以我說嘛 自己不尷尬的尷尬就是別人 當然沒有要你裸奔啦 可是我覺得事實的 小露展現一點小性感 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沒錯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也要來聊一個最近很夯的話題喔 叫做高潮真 我所有的男性朋友都問我說 什麼叫做高潮真啊 但我疑惑的是聽說是要打在G點上面 但每個女生都有G點嗎 沒有這個問題非常的好喔 其實只有60%的人真正有所謂G點的存在 但是大家就很好奇啊 不是讓它G點 可是女生會高潮那從哪裡來 另外一地方就是陰地 所以我們就是O-Shot跟G-Shot O-Shot的部分呢 是打在外面我們陰地的那個位置 所以陰地呢 等一下點點也可以打 點點也可以打啊 點點可以讓它從小變大 嗯嗎嗎 小顆變大顆 其實就像男生的陰莖真大素的概念 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它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叫做同源體 什麼叫同源體 男生發育成龜頭 陰莖陰囊 女生就發成陰蒂 陰蒂飽鈣 然後所謂的小陰純大陰純 所以他們是等值的東西 所以一樣嘛 男生包皮過長 我都常跟冰花來講 你可以想像你男生包皮過長 他在跟你刑訪的時候 會不會爽 嗯 爽 那爽度就是摸不到養醋的概念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女孩子 開始提倡對性的一個需求 跟自我提升嘛 覺得不能這種男生爽 那我也想要開心 那怎麼辦 發現很多女孩子在診間 他們其實也有說 陰蒂包皮過長的問題 其實就跟陰蒂的包皮過長的概念 是一樣的 打開之後發現 他的痘痘有一點點小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注射的方式 那剛剛提到 居典有百分之六十人能有 但是在陰蒂這個位置 百分之一百 絕對是有的 絕對中 比買樂透的機率還要高 而且甚至它裡面有八千個神經元 比男生的龜頭還要敏感 還要敏感 所以咱們要細心對待 所以在做注射的時候 我們在舉點這個位置 所以注射在裡頭 外面也會連帶做注射 跟旁邊的腺體一併做注射 旁邊的腺體是指 它其實它的有個結構 八四線 對八四線 它其實是一個陰蒂 它像一顆痘痘 對不對 它其實是像一個這樣子 然後橫跨 在我們大陰存的兩側 所以腺體在這邊的時候 隨著時間 年紀或是生產過 會部分的萎縮 功能性會下降 其實跟身體 所有的機能都一樣 所以也是注射 讓那個腺體 比較活絡的意思 比較活絡的概念 OK 我剛剛嚇到了 原來我以為高潮針 只是注射在G點上面 沒有想到是C點 就是小豆豆 對 頭顏色那邊也要打 感受度才會不一樣 還是百分百 一定會有感覺 百分百 因為Oshar它其實在整個 印第的 印第本體跟外圍 這一整圈 我們都會去做注射 所以你敏感帶提升的時候 敏感度上升 在我們撫摸的過程中 或是在愛愛的過程 它充學起來的時候 感受度才會提升 才可以有 嗚嗚 刺刺像噴泉一樣 有 等一下我就不懂 為什麼會有噴泉 因為你拍片的時候 就說有噴泉 我心裡想說 怎樣是會吵吹出來嗎 我跟你講 吵吹 這必須要先澄清一下 這都是極品 不是每個女孩子都會吵吹 極品 不好意思 跟男生對話 他們就問說極品 我整說 因為我跟你說 其實很多女孩子高潮說 其實你要去評估 它是不是有所謂的鳥屍景 因為它其實是骨盆腔放鬆了 可是真的 我這次病患跟我回饋 他跟我說 原來我也可以像一座噴泉 那因為他說 他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過某一任男友 讓他次次都高潮 可是後來他就找不到那個感覺 不知道是年紀增長 外加他已經生過孩子 結果後來找完我之後 我幫他做注射 然後私密書一些回春的療程 外音部的補充 然後小音隙的修補 然後把他的音隙寶蓋頭打開之後 他跟我說 他私訊我跟我說 天啊 原來我可以找回我的噴泉 但我覺得噴泉可能有點誇張 可是他就是會高潮 他就拍了 另外一刻 他是拍了一個床單 他就傳給我 然後我就說 我要放大 再放大 再放大 我想說 為什麼有一塊花花的色布 那就叫做床感濕了 對 然後他看了很久 他說 未來我也有這一天 其實那個對我們來也是最大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 我們到底找回你的 愛愛的那個高潮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是很多女孩子想要的 但得不到的東西 欸 可是沈醫師我就不懂 好 我就可以直接很直接講 我從來 我人生從來沒有過G點這件事情 真的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G點是個傳說 然後 我們是有試著努力的 也沒有找到 那我想說 那女生如果想要打G點注射的話 那是這樣 是要去找你摸嗎 這真的是要從我來摸一下 不好意思 就像內疹一樣是不是 就是內疹 那因為我常常跟病患講 我們所謂的G點真正的位置 其實在以解剖學來講 這種我們都常跟病患說 肚臍四指下來 手指頭往內伸一指到一指半的指腹 你往肚臍的方向摸 你又摸到一塊粗粗的 你會看粗粗的 那病患說有粗粗的 可是粗粗是 所以不是一點是一塊 不是 它是一個區域 那其實很多病患說 是我按住那個點嗎 所以我以前在病診間的時候 年輕男生做人說 醫生你可以告訴我神秘的G點 怎麼找嗎 我怎麼弄怎麼弄都弄不到 我說它其實是一個區塊 那它其實不是在陰道本體 它是在我們膀胱跟陰道壁的 中間的一區的神經蟲 所以它是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在做注射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打在整層的那個位置 然後去刺激它那邊的神經活絡 所以我們在做內診的時候 會說什麼 其實也是男生在刑防 要注重的一件事情 不要自己忙著瞎在那邊弄 或者是自己想說 我們Come on baby let's go No 請看女生的表情 所以在內診很關鍵的時候 我們會壓肚子 放進去我們 你做 你親自做 我親自做 你親自幫忙找G點 對 我們會去壓 像我那天來一個病患 他就一直想要找G點 那真的我在骨盆監壓了半天 他說 他說我怎麼都沒有感覺 理論上會有一種尿液感 或者是譬如說 我現在想要尿尿 其實是 因為他剛好在膀胱跟陰道的神經 中間的那一區神經臭 他不是真的是想上手 他是壓了之後會有點刺激 那通常不是你壓 那客人說 不是醫生那我去整間長 我突然在整間高潮什麼 他就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可是我們在壓的過程 病患有時候會露出一些表情 或者是他會這邊比較酸 或這邊會有點麻麻的 其實你大概就可以分辨 可能是這個位置 應該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們在注射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在那邊鋪的量會比較多 刺激在那邊的神經寵 所以我也常跟伴侶講說 男伴說 其實你們不要異味的狂摩擦 或是直接想要趕快進去 不要一直橫衝直撞好不好 你好歹看一下紅綠燈 對 紅綠燈好落下黃燈了 請你停 準備要停好嗎 對 要找對地方 因為你摸的時候 你會看你的女伴的表情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變化的時候 我說請不要停 因為他其實跟男生的海綿體一樣 你刺激他一開始 摸起來是微微的凸 可是你一開始適度的刺激他的手 其實他會膨起來 所以你可以說每個女生都會有嗎 真的不見得 因為那個神經酬 因為你剛剛講百分之六十嘛 真的只有百分之六十 所以通常我都跟病患講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也不要一直琢磨 一定要陰道高潮 因為高潮有分兩種 所謂陰地高潮跟陰道高潮 陰地高潮基本上 每個女生只要男生夠努力 夠細心其實都可以達到的 可是反而是 百分之百 幾乎是百分之百 所以其實是網路上有些數據 其實大概有六成的女生 基本上都有過所謂的陰地高潮 可是陰道只有不到兩成喔 因為他其實不是真的這麼好 你不早點說我之前都覺得我很奇怪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有假高潮 總是要裝的有 男生努力成這樣子 我們也是要給他一點鼓勵 我想說 是不是只有我特意功能 完全沒有感覺 不是是真的沒有 那因為男生還是很喜歡 我說那寶貝你有來了嗎 你高潮了嗎 那有時候不好意思 總是要回應一下 我們還說有有有 但是反過來 我覺得陰地這個點 有些男生真的很瞎忙 像我那天來一個整集 我一打開說 你整個外音部整個破皮 發生什麼事 他說剛剛交了一個新的男友 然後男友就一直想要取悅他 那因為他男生覺得我已經 我已經來了 那你怎麼沒有來 所以就這邊橫窗直撞的 然後就一直磨 那大小力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女孩子 也不好意思跟你說不 他戳得太用力 他外面整個是破皮的喔 然後後來男友真的 他們這樣磨蹭了三小時後 我說後來結果呢 結果他就說 我們還是晚安就這樣子 然後來的時候 真的是下面陰地啊 整個大眼神 全部都腫脹了 然後還有撕裂傷 我說真的是 我跟你講 你努力到這種程度 不是女孩子不給你鼓勵 而是因為你在痛的過程 你很難高潮 他們是天秤的兩端啊 你已經痛了 那你還是繼續 因為他們剛剛新交往在一起嘛 他總是 應該說那個新婚 對就是Honeymoon period 他們就真的很 男生真的很努力 那我當時就跟他講 我說有時候要適時的告訴伴侶說 夠了 大概就是30分鐘 沒有我們就是大概 kiss good night就好了 不要互相傷害了好嗎 好 所以我們要快速的 快問快答來溫水怡醫師囉 因為他就是呢 最會處理女生高潮的專家 而且我覺得這個啊 就找女生我會覺得比較放心 男生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是要手指頭進去 內診進去找嘛 我們要先內診看 然後看完再手去撫摸 好 所以第一點 如何知道我有沒有G點呢 這件事情就要 其實一個我都 其實如果在家裡自己想是 玩具是很好用的一個東西 跟自己的手指頭 但切記 切記 指甲要剪 我真的有病患 裡面有刮痕 因為伴侶想要嘗試 結果摳到受傷 因為陰道在前三分之一 是會痛的 而且會很容易感染 剪指甲 對 然後眼睛要停看聽好嗎 就是不要自己 喔喔喔喔 在這邊 沒有沒有 你要看一下你伴侶的表情 有沒有愉悅 有的話 嘗試在因為反覆的刺激 請不要大力的搓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八千條的神經圓在那 是多麼敏感的地方 我常常都跟病患講 你可以想像男生在射精碗之後 你在龜頭上一直瘋狂的搓嗎 他會覺得很舒服嗎 不會 不會 乾淨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請要溫柔對待他 溫柔對待他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居典的話 沒有關係 你可以到門診區 讓沈醫潛醫師來幫你 對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請問是打完高潮針之後 我可以立即當天就 唉唉開機嗎 這個是非常好的東西 喔不行 請關機 一週 喔不行 一週 我有病患真的很急 當天晚上開機 華公醫生我下面很痛 我說勢必很痛的 因為我們在做注射的過程 會有針孔嘛 大家都有抽過血吧 你抽完血之後會有一個傷口 但是在裡面是很多個傷口 那你想像我刑訪我會沖血 所以會滲血 所以我立即當我在注射完之後 會請你關機一週 那其實不是一次療程就會有效 它是次數的堆疊 跟每一個人就我們講的 只有60%的人有陰道高潮 所以幾次的注射之後堆疊上去 我們回來問病患的回饋 你覺得感受度有沒有提示 但是如果有我們還是會去測試 在具定點的部位去做加量的注射 天啊 你可以創造高潮之後的 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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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天都跟他回來 你可以一波 又一波欸 三寶嗎 然後我就要注射完之後 然後回來 大概是一個月前我做 然後他還前幾天回來 然後開門第一期 我說如何 他就跟我說差超多 我生完三胎 因為第三胎好像才不到一歲 他說他這一年下來 他都覺得完了是不是生產完 因為他是自然產 他覺得他再也找不到高潮點 他說那天晚上他在睡夢中 他老公把他弄醒 他整個覺得他要升天的感覺了 他以為他在做夢 沒有 他跟我說 他覺得感覺非常的治好 聽了之後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兩性關係 勢必不能只有男生開心 女生也要追求他的高潮點 很多女生可能中期一輩子 沒有幾次真正感受到高潮的快感 但是如果你感受過之後 你會很享受那個感覺 真的 那所以呢 現在可以很輕鬆的打高潮針 就可以讓你有更高的機率 可以打到高潮 對 但是呢還是要請下 專業的醫美醫師 讓他來幫助你囉 對 所以說不要放棄希望 只要你還有希望 我們就有機會 不要放棄治療好嗎 好 而且可以讓你人生體驗 高潮之後的最高潮 最高潮 是不一樣的level 不一樣的level 好 那今天節目到這裡 我們要謝謝沈怡潛醫師 謝謝 拜拜 拜拜